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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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什麼可以去猶豫一下呢 正如剛剛所說 無論有遊戲的指導價 在下半期的時候 很直觀的是 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就彈上來 這些是電商的股份 早前不掉下來的 例如尼根大使 公佈的業績也有名字 煤價升上來 令業績做得差 現在在限制的煤價下 有很多這些 出來就有充電了 本來是看差的 現在看到這宗 最出的指導價格 立即將股面的看法 又離開了 其實也不少行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些股份 找一下的話 我覺得可以找一下 整個市場去找些股 比如說環境電力 是其中一種我覺得可以去 找一找 因為潮展幅度相對是深的 它是在低位到16元 最近好像可以找到支持 再加上今天出了 新推出 一個很大的火電商 成本就是煤炭 現在的高度 起碼可以幫你去限制狀 即是接下來的成本 照到 你不用怕 就去到天花板 不知道去到哪裏 掃除了一個相對大的 不平朗因素 再加上 其實這個行業 又推出 好整個Statter 對於它那個 原來的股息 又不是說 很貴 如果你看到那個市場 大概0.9倍 那個行業 都是1.4倍 又好像有少少距離 所以可以去留意 這一類的股份 看看 在這個政策的因素之下 好像受惠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些錢去 繼續繼續留進去 這類的股份 另外 加上它也有分拆 新能業務的充電 這是本身公司的 其中一個 叫做 有機會設得到股價的 一個出發劑 所以如果你想 偷下股票的話 我覺得它還能 又可以去留意一下 還有 向下 又比較容易看 如果它再收回16元 這類的位置 就應該是指示 去上網 看看是20元 這類的水平 看看它 在這個位置 是否能夠翻證 如果能夠翻證 才可以 記得找 去上網 看看是20元 這類的水平 這類的水平